因為最近陳建仁的新聞很多 我有一些新聞界的朋友 也跟我講說CNN也要採訪他 CNN採訪他顯然也是 透過總統府聯繫的 總統府就叫他去訪問陳建仁 也包括曝光的照片 然後也包括就是有若隱若無 開始推薦說 陳建仁大概要付出了 可是不確定位置 不確定位置 陳建仁因為我當立委的時候 我們都跟他接觸過了 他事實上相對於陳時中 跟蘇貞昌有幾個非常大的不同 第一個就是他大公無私 他沒有什麼權利欲 他不會選總統 我跟你保證 跟蘇貞昌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們就跟他處理年紀 那幾個最困難的決定 都是他做的 那個要得罪人的 得罪我們黨內 都是他做的 他就覺得說應該要有個區域 他就看到這個基層的一些辛苦 你知道吧 他會看到這一面 所以我們黨內普通都認為 大人哥是一個溫暖正派的人 我們常常形容他就是溫暖正派 相對於蘇貞昌 他溫暖正派 所以算了 我們也不用講書 所以然後他本身 你也講他那個專長 他確實很專業 這個沒話說 他是醫學系的 然後又是後來改學公衛 然後國際公衛的公衛專家 然後也當過衛生署 所以他的行政資歷非常完整 然後坦白說他也是醫學系的 這個就牽涉到 為什麼陳時中會有一些 這個本質上的不一義 因為他是牙醫 事實上整個醫界 我坦白說就是醫學界為主的 所以當你要去通到各大醫院的 各大醫院的主事者 大部分都是醫學系的 這是一個現實面 第二個面就是 我們也看到陳時中 最近在當指揮官的過程 所碰到了一些實質的困難 就是蘇貞昌跟他處得不太好 所以就是陳時中 除了衛福部之外的各部會 他沒有辦法整合 比如說已經發生過太多次了 比如洛福特 交通部 華航 還有文化部什麼 俄羅斯芭蕾舞團來跳舞 太多了 就是各部會 然後就感覺 而且5月16號那一天 我們確診報徵那一天 那天陳時中開記者會 結果各部會的部長 都跑去蘇貞昌那邊 開期間院員會 就全世界沒有人這樣的 如果你有一個危機狀況 院籍的指揮官當然要統籌 各部會要來你這邊來做統籌 尤其你現在進入第三級管制 即將邁向3.5 四級等等 這個時候恐怕就不是一個 管不動其他部會的 衛福部長可以捧頭得了 可以領導的了 對 你真的是處理不了 我們說實在話 陳建仁來的話 事實上我是認為 他會先接指揮中心 並不是說一下就接得虧 不是啦 因為這樣子就太快了 因為他也要去熟悉行政的節奏 因為他也離開滿久了 這個位置剛好是適合他的位置 就是說院籍指揮中心的指揮官 他可以統籌 統籌府之外的所有部會 大哥 對不起大家 我打斷一下 但我有個疑問 就陳建仁並沒有公職 他用什麼身份去接 就直接來當指揮官就可以了 這我們以前也處理過 這個SARS的時候 阿扁任命的指揮官 也不是現任的官員 所以他可能是 就校正回歸回來就對了 他就從眾議院過來 眾議院過來 他就會有一個辦公室